我怎样才能发财呢 旧年已过 新年以来 刷到这个视频的你啊 绝非偶然 请相信 有意无意 都是天意 2022年 你将逆风散尽 时来运转 且听我细细道来 你将和故事中的神万三一样 在新的一年八方来财 好运连连 你相信吗 老话说 石去金成铁 运来铁成金 万般皆由命 半点不由人 人纵有冲天之志 非运不可自通 人如果走起运起来 那是钱在追着你 你不想发财都不行 就像老天爷 给你强行摊派的一样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认同的 让我们一起 公营2022 好运得到来 老话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也莫强求 一起来看看 沈万三是怎么发财的 沈万三年轻的时候啊 不会做生意 做一次亏一次 把家里亏的呀 穷得叮当响 沈万三有个表哥 专门做外贸通商 生意做得非常大 看到表弟如此的近况 就决定带他去海外一趟 顺便教教他经商之道 走的时候呢 他全身只有一两银子 于是就买了两筐 没有熟透的橘子 经过远洋来到了波斯 船上的橘子熟透了 他就开始拨开吃 这香味啊 飘到了守门的卫士那里 卫士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香 就过来问他 这个东西怎么买 语言不通 也不懂他说什么 沈万三就用手指了指 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你自己拿着吃 侍卫以为是一块钱一个 就给了他一个大羊 拿了一个橘子吃 哎呀这么好吃 于是他又多买了几个 去孝敬总管 总管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什么 又好吃 于是让他多买一些 准备拿到宫里面 去孝敬娘娘太子 他们于是拿着钱袋来到了海边 去买橘子 这个时候啊 买橘子的人已经排成了小队 卖的还剩下一框 那个总管就说 你这个橘子我全部都要了 他们这样比划 那样比划 说也说不清 谁也听不懂谁说的话 没办法 总管最后就用一麻袋钱 换了一筐的橘子 拿到宫里了 表哥回来 发现表弟这么多钱 问清楚事情的由来 兴奋的说 你发财了 你这一下可发大财了 在返回的途中啊 他们遇到了台风 船就靠在了一个小岛上 沈万三没事就在岛上溜达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罕见的贝壳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心想 这个如果背回家当床睡 冬暖夏凉还闪闪发光 嗯挺不错 于是他就把他拖到了船上 船回到了北伦港 有一个开店的波斯人 非常的有钱 他看沈万三的这个贝壳 就问他 你卖不卖 沈万三说 我不卖 我拿回去当床睡的 波斯人说 这样 你卖给我 我也不占你便宜 我把我这个店给你 换你的贝壳行不行 沈万三一听就笑了 波斯人说 我不开玩笑 咱们口说无凭 立自为证 他们立好字句以后 这个波斯人就说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吃亏了 其实啊 我要谢谢你 因为这个贝壳里面 有六个黑色的珍珠 任何一个拿到我们波斯国 那都是价值连成的 于是这个波斯商人 把贝壳带回了波斯 把这个店和他的家产 就全部给了沈万三 老铁们 虽然这只是个故事 但是他却传递着正能量 给我们每个人 美好的希望和启迪 故事告诉我们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也莫强求 一切啊 你要顺其自然 该来的都会来 该走的也会走 聚散不由人 得失天注定 所以你只管努力 上天会有最好的安排 担心好事 莫问前程 2022年 祝您 裁员滚滚 好运连连